我们继续聊巴以冲突,别看巴以冲突相对而言规模不大,但背后却是大国博弈非常重的一个着力点,说的就是中美博弈。 中美两国,中东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,它是欧亚非三块大陆结合地带,路权战略重中之重,加值丰富的能源储备,这就是世界霸权的必争之地。 我们想要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,中东地区对我们而言自然也是重中之重,以色列是美国控制中东地区的抓手,在美国的支持下,以色列区区几百万人口,抢来了地盘,打赢了一次又一次的中东战争。 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,阿拉伯国家迫于美国的盈威,被迫签订石油出口,以美元为唯一结算货币这一协议,其中以沙特为首,自此阿拉伯国家全面倒下美国。 你说这些国家是自愿的吗? 当然不是,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,不听话就得挨打。 美国因石油美元打过的国家比如伊拉克、利比亚,他们都不愿意本国石油用美元结算,于是下场大家都看得到,不是什么伊拉克藏有洗衣粉乱七八糟的原因,这些都是美国瞎编乱造的弥天大谎,就是你不同意石油用美元结算,威胁到了美元霸权地位,所以要打你。 这种手段下,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那是非常明显的,但是随着时间推移,事情慢慢开始有了变化,其实中东地区的大变局早就已经开始了,最大的标志就是2021年,中医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。 协议内容,中国将在未来25面时间,向伊朗投资共计4000亿美元,这些钱将用于能源开发、基础建设等领域,然后伊朗需要向我们提供廉价能源供应,最重要的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,这其实标志了伊朗全面导向中国。 美国跟伊朗之间矛盾很多,归根结底,伊朗在中东地区是个强权国家,而美国想要控制中东,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国家存在的,因为强权意味着不受控制,这其实是美国跟伊朗关系不合的根本原因。 所以这些年美国一直制裁伊朗,但是因为中国的崛起,使得伊朗有了新的选择,尤其是中医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,使得中东地区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。 很显然,中国支持下,中东地区美国一家独大的日子,将会一去不复返。 美国用以色列重当中东搅屎棍,那在中国支持下,伊朗必将更好地扛起这枚反抗美国霸权的大旗。 大家都知道今年三月份,中国和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,沙特伊朗达成协议,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。 在至多两个月内,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,安排护派大使,探讨加强双边关系,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。 沙伊和解的世纪大新闻,各位有没有想过沙伊能够和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 很多人简单理解成给中国面子,可以这么说,但绝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,支撑这个面子背后的真正的因素,是大国崛起,是中国的崛起。 中国才是那个真正扛起中东地区,反抗美国霸权大旗的国家,否则哪来这么大面子?你以为你是谁? 很显然,沙特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,认识到了中东,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美国一家独大的中东,新的秩序正在重建。 所以为什么沙伊可以和解?因为沙特可以反对伊朗,但是不能反对中国。 反过来,伊朗可以反对沙特,但是不能反对中国,不论是沙特还是伊朗,今天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。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沙特石油最大进口国,伊朗就更不用说了,中医合作协议的签署。 伊朗将来的经济发展,更是离不开中国,所以中国斡旋下,这两个国家自然就和解了,也必须和解。 这两国和解,美国就更着急了,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空前加强,更重要的。 这意味着中东地区共同的敌人,真胜个以色列了,换句话说,中东地区大团结,就差个以色列了。 所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一件事情,巴以之间应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,两国方案方案是根本出路,中方支持举行会谈。 并且我们邀请巴以代表来话举行谈判,美国忍不了,近些年美国的战略一直是重返亚太,在亚太地区疯狂作死,打压中国的发展。 但是万万没想到,同时中国反过来一直在中东地区,美国后院挖墙角,并且把墙都快给挖没了,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此次巴以冲突,恐怕背后逃不开美国的身影。 美国为了在中东地区,找点失去的存在感,在沙伊和解后,开始有模有样,学中国促使沙特以色列和解,然后把巴德斯坦直接逼到墙角不得不动手,再然后立刻马上把两艘航母开到中东,告诉各位我还有航母,你们别跟中国走太近,我还会回来的。 至少告诉以色列,所有人都背叛我了,你给我小心点,你不能背叛我,你看人家又开始打你了不是。 这两天美国和以色列反应都很诡异,其实正是出于这一原因,我们都知道巴以冲突开始后,美国立刻把航母开到中东支持以色列。 但是这两天拜登却公开警告以色列,不要越界占领夹杀,这是个大错误。 但是我们看到,以色列依旧是一路狂奔,丝毫不顾及美国感受,是不是特别奇怪?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? 此次巴以冲突,美国的角度,他想的是全力阻止,中国一直主导的两国方案的逐步完成。 因为一旦完成,中东地区大和解,美国将彻底在中东地区失去抓手,甚至可能因此失去整个中东,所以巴以冲突打起来,美国很高兴。 但是他想的是,冲突必须保持规模,不能太过分,实现拉拢以色列,航母震慑中东这一目的即可。 一旦越界,不符合美国重返亚太之一战略目的,万一中东真成了火药桶,美国会自顾不暇,那中国更压制不住了。 乌克兰天天要物资,现在已经够拜登头疼的了,所以拜登的表态很正常,不希望以色列太过分。 我只是想借机把你往回拉一拉,然后用航母吓唬一下他们,你这么打,越打对面跟中国感情越深,跟我仇恨越大,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随意烧杀抢掠,你看不到中国处处跟我作对吗? 以色列说你要打就打,要停就停,你把我当什么了,所以我要打到底,打到你跟所有中东国家关系彻底决裂,无法挽回,打到整个中东地区全部倒向中国为止,我让你再把我当傻子当炮灰,所以美国希望适可而止。 但是以色列却在疯狂作死,这就是诡异事件背后暗藏的逻辑,以色列不是非要干掉巴勒斯坦,甚至不是非要干掉哈马斯,他真正想要复仇的对象是美国。 我们知道以色列跟美国之间并非铁板一块,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卧巡,在将来很有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,美国短期内是再次挑起了,以色列跟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对抗,但是长期来看, 美国很有可能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让中东地区彻底倒向中国,当然今天以色列犯下的所有罪行,将来必须彻底清算。 其实当今世界,最大的变量不是巴以冲突,也不是伊朗沙特这些国家,最大的变数还是美国整体实力在大幅下降,经过阿富汗战争,伊拉克战争,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,美国早已不是当年的美国, 最初的美国是在战争中崛起,但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,美国也在战争中衰退,今天的战场对美国而言,其实早就变成了赌场,而美国就像个红了眼的赌徒,如果他还想继续赌下去,结果只能是输得一无所有。 。